今天有新增44例 有4例本土 40例的境外移入 境外移入当中 有25例是落地裁剪阳性 另外没有新增死亡的确诊个案 4例本土里面 有一个案20657 这是台北市的个案 那是40几岁的女性 跟宗教春久相关 那是19991的一个同事 那他们是在2月14号 是最后职场的接触日 那20657是在2月18号开始居隔 那当时裁剪是阴性 在2月28号居隔期满前 裁剪是阳性 那他的CD值是29 另外桃圆市有三例 都是跟米皮幼儿园群聚相关 案20658、20659跟20660 那这三案都是20621的三个儿子 那年龄都在5到10岁之间 都是新阶国小的学生 那也都是在2月28号当天发烧 而且开始居隔 裁剪出阳性 那CD值是在22到25之间 那另外我们从明天开始 就是可以开始做 25期的预约分流 这个都是只针对 25期的这个疫苗追加剂的部分 民众在今天下午2点起 就可以到预约平台 来进行预约资格的一个查询 那这有大概三天的时间 可以请大家把握时间上网预约 那我们这张上面扣除掉 最左边跟最右边上面的两个 都是跟境外一路 已经明确知道有关系的 这个家庭群聚之外 那剩下这边手板有的四个 就是剩下的四条 所以总共有六条 目前是还在带离亲的这个案件数 有这个桃园的幼儿园 双北的设计师 还有目前这个双北的这个 跟用餐有关的家庭群聚 以及这个图下面的三企 包括说验船师 还有两位防疫旅馆的护理师 总共六条 那这个部分就是像 大概这一个礼拜 会陆续监测完毕的 就是 庄北的这一个防疫旅馆的部分 会陆续期满 然后另外我们先前其实在 追踪已经期满了 跟大家顺便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凤山家庭的 这个跟电邮厂相关的群聚 这个在高雄的这个群聚 是今天监测期满 所以结案 那至于新北的树林电子厂的 移工群聚的话 是在昨天已经监测期满 所以这两条都已经顺利的结束 有关就是有机组 国籍航空的基础员 那因为3月7号开始 我们这个检疫期间 从14天降为10天 所以相关的各类别的人员都在检讨 那国籍航空的基础员 反台的这个检疫措施 目前是已经确定 针对这个一人一户 5天居家检疫 跟5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这边指的是已经接种 3剂的这个疫苗 而且满14天的部分 到7月4天的设备